- 其實台股呢走勢大家其實蠻關注的 尤其是這幾個月 雖然呢三級警戒的疫情讓大家非常的緊張 但是事實上在台股還是相當的熱 尤其七八月份在五窮六決之後 大家很關注的到底有沒有所謂的除全息行情呢 我們先來帶觀眾朋友來看一下 過去呢在這個2020年這個台積電 其實呢當時呢他在這個所謂的除全息日 在前一個禮拜有所謂的融券強制平倉 所以其實大家都可以看到 這個行情在一個禮拜之後就填襲成功 而事實上呢我們看到台積電當時的走勢 其實也有一段軋空行情 大家把握這個機會 也在看說除全息行情有成功以外 另外也在關心的就是所謂的 現金股利到底配多少 其實今天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訊息 因為今天早上其實鴻海的總市長郭台銘 他已經呢有被公佈 他今年的股利會領到50億 那這個呢現金的殖利率將近有這個4塊錢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鴻海的郭台銘呢 這個7月22號每股要配4塊錢的同時 大家就很關注了 還有哪一些是高殖利率 而殖利率的概念又是什麼呢 我們今天財經小學長請 燕立即來跟大家溫習一下 所謂的殖利率到底是什麼概念 好簡單來說呢 當我們今天買股票的時候呢 他可能會配兩種東西給我們 一個呢是配股票 然後呢一個是配股息也就是配現金 所以一般來說我們算的殖利率呢 是在現金殖利率的部分 現金股息的部分 那要怎麼算呢 其實我幫大家整理一個圖表 大家可以看到 所謂的現金股息殖利率呢 就是呢我們配息的部分呢 在除以股價 那我舉個實際的例子好了 比如說這兩年非常流行的 叫做純股足 特別是純金融股 因為大家覺得說金融股啊 那個大到不能倒啊 尤其我覺得 臺灣的主管機關 真的很佛心 很佛心來著 之前還公佈了 六家大到不能倒的名單 所以呢很多人就覺得 這六家錢都不會倒 我就閉著眼睛買啊 好那六家裡頭 其中有一家就是 我剛剛說我把你頭 舉到的例子叫做兆豐金 那我們以兆豐金來看好了 試算一下 配息配1.58塊 然後除以股價是32.75 32.75是昨天的股價 因為這板子是昨天做的 所以呢出下來呢 他的這個現金股息 殖利率4.82% 好不好 每個人標準不一樣 對不對 有些人很貪心說 我至少要5%6%以上 有些人說 比那個定存利率要好就好了 那我自己的標準 是這樣給大家參考一下 我覺得現金股息殖利率 一定要高過兩個東西 第一個是定存利率 第二個是要再加上通膨 為什麼要高於定存利率 因為現在呢 臺灣是 一年的定存利率是0.7% 那其實 歐洲是負利率 美國是零利率 所以呢 只要我今天一個理財商品 不管是股票或其他的商品 能夠高於定存利率 再加上通膨的話 我這樣就有打敗通膨的概念 那通膨現在是多少呢 政府公佈的最新的CPI是 2.4%多對不對 好那事實上民眾的感受不一樣 很多人覺得 啊物價每一年不是都是3%5%在漲嗎 好所以總結給大家另外一個小結論 在我心中我覺得要號稱所謂的 真正符合高股息殖利率的這樣的標準 應該是至少要有4到5%以上 4%以下我覺得基本上可以不用看啦 就不用考慮了 對就不用考慮 就不是符合所謂的高股息概念股了 因為剛剛彥莉提出來這個4%5% 我們一般來說高股息 或者是所謂的高值利率 大概是抓5%左右嗎 韋泰 的確 我們看到每一個人的一個感受 是不一樣的 所以其實我也蠻贊成剛剛彥莉所說的 其實我們所賺取的一個報酬率 其實就是機會成本 什麼叫機會成本 就是如果這筆錢呢 不拿去投資股票 去做這個參與儲蓄動作 我去做這個所謂定存 這是我的機會成本 那個機會成本再加上我們所謂的通膨 那通膨的確這邊看起來2.4 2.5都有 所以我個人覺得在接下來的一個 這個參與儲存席的部分 我覺得大概至少都要4%以上 我就會比較好 所以4% 那如果說以這個4%來說 是不是真的高過於4%就好呢 我也要請教韋泰 因為有時候我們在這個所謂的數字的 這個抓的觀念上 可能不一定是這麼的準確 或者是我們要考慮因素很多 因為我們剛剛講的這個所謂的殖利率 可能是一種投資報酬率 所以大家看就覺得說 如果像存銀行的概念一樣 如果這個他數很高 我就希望我把我的錢存進去 可是還有很多波動的因素要考慮 對 好 其實很多人其實對這個殖利率的一個高低 他們會第一個優先考慮 但是我必須要特別講一下就是 殖利率如果說是高的話 他的除息缺口就大 什麼叫除息缺口 就是假設我今天 明天要除息 我今天買進去 然後明天早上一開盤 等於那個價格 就是我今天收盤價 扣掉我的這個股息 假設剛剛那個兆風機 32.75 32.75假設他這個除息 是除一塊半好了 他隔天早上的開盤 就是32.75扣掉一塊半 換句話說 他這個空間 就是我們所謂的殖利率的一個空間 換句話說 當你殖利率越高 就代表這個除全息的缺口就越大 而缺口越大 填息難度就會比較高 OK 好 那換句話說 很多人就想 那我是不是就 那我是不是就挑這個殖利率低一點的就好嗎 那殖利率低 我的除息缺口就會小 那這樣就比較好填息 可是問題就來了 就像剛剛燕麗姐講說的 殖利率多少才夠 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我真的是比較斤斤計較 我是小氣的那一種 我怕那些手續費都算進去 太恐怖了 0.2%都算進去 對啊你看 我們買賣股票不是要手續費 千分之1.425來回各扣一次 對不對 這是一定要扣的 躲不掉的 千分之三交易稅是繳給國家的 也躲不掉的嘛 這事件要加上去 然後機會成本 剛剛燕麗姐是說0.7 我少到了一年期的定存 大概是0.8左右 其實差不了多少 0.8、0.85 還有通膨 當然我尊重這個主計處的這個資料 大概2.5左右 但我抓保險抓2% 光是抓2% 我這四個東西加起來就4.3% 如果你還要再加上二代健保補充費 跟長照補充費 你沒有個5%怎麼搞定 我覺得5%也很難了 可能要6%才能說是高值利率 假設你今天拿到賺到6% 你扣掉這些基本開銷4%半 你賺1.5% 那有很大的意義 好像也不用做了 花這麼多時間到底在幹嘛 所以其實我個人的看法是這樣子 我們仍有一筆錢 你可能有一部分的資金比例 是去參與這個除息的 就做一個固定現金流入的一個操作 但是可能會有另外一個比例的資金 它是會參與就是股價的波動 因為股票投資的獲利來源有兩個 一個就是股息收入 一個就是資本利得 資本利得就是所謂的賺價差 如果說你能夠穩住你的 每年的一個股息收入 再加上你在操作上面 有一點點心得 賺到一點價差 我覺得這個是比較符合 我們一般人在操作股票市場的預期 是 可是因為剛剛維泰有提到價差 我相信有很多人 因為他看了這個高值利率 所以現在新聞一推出 哇 看到很多金融股 因為其實剛剛葉莉有提到 趙鋒什麼就開始看 結果發現剛剛講的 這個所謂填息缺口 它真的跌了 跌了不是只有一天 可能第二天第三天又跌了 哇 那這個價差 他可能就比你的利率的趴數還要來的少了 或是 就叫做賺了股息 賠了價差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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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在挑個股的時候 其實我會特別去針對幾個面向 來去做一個思考 第一個面向就是說 剛剛提到的殖利率的高低 如果說殖利率太高 那個除息缺口就很大 它填息的難度就會增加 這第一個我也考慮的 第二個就是說 產業未來趨勢 如果這家公司的產業未來趨勢 是非常的不錯的 前景你看 包括像電動車或是5G 那表示這家公司未來獲利 還是會持續的成長 那麼它填息的這個事情 應該也只是指日可待 第三個就是個股的股價位階高低 像前陣子有一些領先 在過去這一兩個禮拜 除息的一些標的 包括像華顧等等的 事實上它現在在 以大盤來講 大盤位階大概在1萬7000點 像歷史高檔 那個股的股票 假設它也同時在歷史相對高檔 它除完息下來 大概短時間之內 要去做填息的機率 也會稍微低一點點 那第四個 其實是我個人最重視的 就是你在除息的當下 市場的氣氛到底如何 因為你要填息 基本上是股價要漲 才可能填息 那如果當時的市場氣氛 是偏多頭 其實基本上股價要漲的機會 是不是就比較高 所以換句話說 如果接下來市場氣氛是好的 我就會認為說 那這個時候會比較鼓勵大家 去參與除息的操作 是那鼓勵大家 因為現在市場落空 大家看起來好像也相對 很多人進場在買賣 很多人買的意願是很高的 尤其今天鴻海的新聞出來 我也想要問一下偉泰 因為剛剛有呼應到 他每股發四塊 那你覺得他其實 再回來的力道有嗎 先講假設他現在股票 大概110塊 等到120塊錢附近 最近 那如果說每股發四塊 那按照我們剛剛的算法 就是他現在殖利率 大概不到四個percent 對 大概三個percent左右 所以如果說你只有一筆資金的話 我個人比較不會優先去選擇紅海 你會保守一點 不會保守一點 但是如果他往下跌 是因為他未來的產業趨勢 還沒有很明朗嗎 可以這樣說嗎 MIH 不是 我認為是第一個他殖利率不夠 是第一個就數字不夠的問題 不夠成本 我們剛剛算半天至少要4.3% 對 他現在可能不到4% 那我就覺得就是不到成本 是 不夠工錢 好 那但是他產業趨勢是對的 因為我認為說他未來切入電動車 這塊是應該有可能會大名大放 再來今年的這個iPhone 新iPhone出來 那我個人評估 最大受惠者應該會是紅海 為什麼 因為其實印度已經沒有辦法生產 因為印度疫情的關係 所以現在所有的這個代工組裝的訂單 全部都拉回到中國 拉回到鄭州 那現在紅海也已經開始在做 招募員工的這個動作 而且聽說 他的薪水從原本的5500 拉高到8000 增加幅度40% 代表訂單看的能見度很高啦 對 而且今年因為越南跟印度 都沒有辦法去做代工了 那訂單大概可能我個人猜測 有大部分會入到紅海的手上 所以他從原本的這個 既有的蘋果的手機的代工 再加上未來的整個這個電動車的 這個所謂的發展來看 我覺得其實他長遠的趨勢是OK的 所以其實還有很多因素要考慮 那我也要回到燕利 因為燕利剛剛提到這個金融股部分 那事實上我覺得不只趙鋒啦 還有很多個股 其實相對來說看起來很安全 但裡面也有一些危險的因素在 是不是要特別考慮 對應該這麼說 就是像維泰剛剛講到 今天很多人買股票會看網路新聞 然後會看報紙 只要看到漂漂亮亮的圖板上面寫 高股息 高殖利率 然後7% 8% 10%以上 很多人就閉著眼睛買 但其實我覺得高殖利率概念股 我們還是要挑 因為裡頭會有一些蠻多的陷阱 那我也幫大家整理了 有所謂的四大陷阱 透過這個圖板 大家可以看一下 第一個其實就跟 維泰剛剛講的這個英雄所見略同 蠻呼應的一個概念就是 產業變化迅速真的很快速 我舉例就是當年我們都很愛用國貨 我們都很愛用宏達電的手機 可是大家也知道就是 產業變化真的非常非常的迅速 那如果你光況殖利率 宏達電有一年的殖利率是4%多 有一年我記得是8%還10% 所以當你看8%10% 你跳下去買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股價一直跌一直跌 所以其實我覺得 如果我們今天是一個 長期存股的心態的話 產業變化太迅速的 一些相關的類股跟個股 我就不那麼建議 是要當做你的核心持股 讓大家有聽懂我的意思嗎 核心持股 那如果說我今天買這張股票 我是要賺一點價差 或者是其實我覺得 它的股息不是那麼的多 但是我股價上面有一些賺頭 那我想這又是另外一種思考思維的一個邏輯 所以剛剛提到第一件事情是 產業的變化非常非常迅速 就連資林剛剛講到金融股 其實今年金融股是前年跟大前年好 去年很淒慘 所以去年有金融股的 每個都在想說到底要不要換股 然後我記得印象很深刻 我有一個粉絲 他是今年年初的時候 他滿手金融股 他說他受不了 他金融股賠好多 因為他是高點進場 然後他就問我要不要換電子股 我說那你就要去思考 你當時存金融股的目的是什麼 他想了一下 佩西亞 對 那一下就不要換 因為電子股這波動性更大 對 那所以幸好 他當時沒有再換到電子股 因為他如果再換電子股 他這一波的金融股又沒有賺到了 所以其實產業變化 迅速真的很快 那金融股為什麼去年不好 主要是因為這樣行 那今年就落後補漲 好 所以這是第一個要注意的陷阱 那第二個陷阱就是能不能夠快速填洗 我也舉個例子 雅興 雅興是非常有名的建商 他在北台灣 然後他在東南亞 有些建案賣得非常非常的好 而且他有很多的時鐘的粉絲 那我們單看他的殖利率很棒啊 8.9%實在是太漂亮了對不對 這應該有超乎維泰的水準吧 對 非常漂亮 可是通常我都會提醒大家 就是我們今天只看殖利率會掉入一個迷思 你能不能夠快速填洗 這件事情很重要 那大家會說快速填洗 我到底要怎麼查 其實現在網路上很多相關的資料 網路是個好工具 他都幫你整理的好好的 你去年填洗花了幾天 前年花了幾天 公司從上市到現在 成立了二三十年 他的平均填洗的填數度是多少 比如說像雅興 哇 歷年來二十幾年來 平均填洗341天 大家覺得久不久 將近要一年了 對 如果三天的話一定覺得 人家踩基劍踩一個禮拜 對啊 好 所以這是第二個陷阱 那我們來講第三個陷阱 第三個陷阱我覺得比較有意思 就是說以金融股來說的話 通常每一年 他都會在除全息之前 他就先漲一波 那等到他漲上來之後 也就是快除全息的時候 你再覺得 我就是要賺他的配息 你再跳進去買 其實那個壓力就會大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舉富邦金來講好了 富邦金或趙鋒金 或其他的金融股 去年最快速填洗的話 富邦金會排前幾名 因為基本上他的 他的這個基本面不錯 所以我們今天要挑配息的股票 快速填息的股票 還是要回歸到 個股的基本面 那剛剛提到富邦金 我覺得75塊錢以上 其實你在買進 然後要賺他的配息跟價差 我覺得其實是有一點挑戰性 因為富邦金就今年來說 已經變成標股了 他年初到現在漲了六成之多 好我們快速講 最後一個是配息能不能夠那麼持穩 我覺得這也是另外一件 要思考的事情 我覺得友達好了 大家都超愛面板股的 友達2018年配1.5塊 2019年配1塊 接下來又配了零點幾塊 今年美 不知道還有 因為去年疫情的關係 大家都買大電視對不對 好所以今年配得不錯 今年秒填息 可是這種股票 如果像我剛剛講的概念是 你希望買了之後 你要存3年5年 其實這種 循環比較快的產業 就不太適合了 是